男性健康和提升男士表演 是男士的必備皆奔 9月16日的啤梨漫步 今晚是凝月的 看到我們後面的back drop 有兩個都不是很傳統的 兩個兔子 以前的兔子沒有那麼漂亮的 亂扎得那麼漂亮 好了 盡快直接進入節目 進入節目之前 就講一講 我們這兩天的節目 和我們Style仔的營業安排 明天和後日都是沒有節目的 明天就是中秋節 人血團圓 都要放人回家吃飯的 無論是主持人 工作人員 企業員等等 都要回家吃飯的 所以明天沒有節目的 星期三 就是我們傳統的假期 中秋節後的假期 每天都是沒有節目的 兩天同樣 我們都會繼續營業的 我們的店舖 但是都是收五點而已 大家如果要上來 最後衝刺 買月餅 或者買些應節 或者不應節也好 自己把握時間 就早點上來 通常都會靜一點的 但是也要方便一下網友的 最主要我們要 盡我們能夠做到的努力 都要繼續向前奮鬥 因為這一段時間 我接觸一些商界的老友 為什麼呢? 因為那群人實在沒有工作 所以經常會找我聊天 問我怎麼樣 然後順便收集 又屌咎一下政府 希望我反映 我說不用了 我說全香港人都知道 是吧? 有些人要不知不覺 或者沒有能力 就要各自為政 老實說 如果我現在特首 在很多限制之下 究竟我真的懷疑 究竟行政會議 他有沒有掌握著 一個方向 給局長呢?